身上位好 基本上脚下 比如反正这个球球通敏的也很 回头望月 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这脚球发三个前点了 总算发出了一个 效果 这两队前二十分钟 都算是获得了一层的机会了 是 这球转移到右边 比中拉提停球 看下队友的位置 他的助攻力度还是很大 我们想再往右侧去转 往西洋在中场 要换一个很好的这种过渡的角色 重庆的这套战术呢 重庆在一个边路 吴庆在一个边路 他们两个在发展段的时候 都要往里收 这个边路靠着边线的一个通道 就两个就让边后卫上 拉边 一对二啊 赵洪略有一个犯规 好多中国球员 真是30岁以后 才能真正踢开窍 你看蒋哲 这两年的这种进步 我觉得这也是跟 出场时间也有关系 我认为年轻球员 可能之前没有 有太多机会 他以前在亚太踢的也很多 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就是拦截者 但是现在你看 在进攻上至少插上 对吧 可能也是跟 每个教练给他的 部署的任务也有关系 看看这次定位球 第一个点 被球定一破坏出来 外围远射 再次被挡 打个头顶了 但是二次机会还有 没错 刚才讲这有一个变相 跟踩下来转身打 球进了 这次没有问题 没错 圆敏装 这 重进当代 在前两轮的比赛进球 都是靠后卫球员来完成 当然这次定位球 二次进攻 在天津太达 防守做的并不好 这个球呢 关键是 这是三次进攻进了球 二次进攻的时候 比较倒霉 原射打在防守人的头上 嗯 那个没看清是谁呀 有点懵 一时没有 站自己的位置 也没有上抢 你看 他这位置一空 剩下一个 邱天一 而且呢 邱天一从站位上来说 他是属于最后一名防守拳 他没有间提的那一下 而且这个球应该有防守拳碰到 韩旺松 这样的话 崇敬当代 还是把比分改写了 1比0 比赛已经进行了21分钟的时间 小标智慧平扯了 再次改变电视 应该说 这个比分呢 对前20分钟的比赛 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反应 阵地战也好 反击也好 还是重新打出了自己的套路 天津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一个外援 都没有什么触球的机会 中后场的这个组织串联的 这球老是送不上去 当然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跟这个 呃 那么长 嗯 嗯 包括以前的那个 123高加润呢 现在没有 123这个政策护体 俱乐部队 对他的使用 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那么大胆 对吧 但是这个中卫的问题 包括第一轮的比赛 包括今天的比赛 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 嗯 就这场比赛 其实巴斯严斯 是再提示 他的状态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 他的身体迟迟 这个真是也很着急 对泰达来说 你说刚才说的 程庆 其实今天困难 但是整体心态欢天喜地 过了今天就都好 但泰达呢 对马格纳特没想到 这个而且俱乐部 买第五万元实在 之前的这个速度有点慢 你现在少了马格纳特 就三个万元 嗯 可能会有点吃力 从这个战术的实施方面来说 关窗之前呢 然后落实第四 第四呢 是这个巴西的立马 由于这个时差的关系 没有来得及 然后呢 第五呢是南通的 这个尼亚的一个外园 最后南通俱乐部答应 主教练谢辉不答应 也没办成 所以说立马可能未来 还是要来 但是呢 下次表达床才开一号 这一个月 这前八轮比赛 就泰达必须要 用最多三个外园去用 所以是只能期待着 三个外园的身体状态 都达到一定的水准 人家像重庆 你未来五个园伤一个 那没剩下 我上四个 对吧 江泰达 这有一个老师状态不行 有一个又伤了 分分钟就剩一个 这个 这个就很 很 要背头 对 刚才是 郑凯木 在背后的一次很规 总裁办法是出示了一张黄牌 这次背身情况的拿球 又是走折 想折 横向转移 不错 都得 李鲁木拉提选择回敲 这侧很到位 过顶的传球 力量 稍微小了一点 交到位 就控制下来 周一向很漂亮 再给中路 就出来 就宅海木回传 还是给拿球球员一定的压力 你看到和冯进 就是往前有一定的这种逼抢的力度 过后 航船来发动进攻 看看左边 右上红列 很倚仗于他的进攻 我们看看 上红列 之后又 要传 这个球传的落球速到后面也是有点慢 接下来 两分钟 感觉咱们这个 产的编号位 都还在练 那这个球 荣耗也没有能够 随着 红列 很有经验啊 把比赛节奏稍稍稍 过场直接一个大脚向前 正台幕顶到了第一点 正台幕顶到了第一点 后场直接起长传 看杨帅的传球 就是在背后对蒋哲有一个犯规 蒋哲啊 现在在场上 在这波 拳当中 俨然是 核心的踢法 嗯 你看他前后场的 这个在中场前后的红色很大 点球 点球 这个球是 到底线附近突然一个变相 为球队造成一个制造的一个点球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其实已经是 谭旺松 这个球 再换个角度啊 两个人纠缠都有动作 对 这个呢得看 主裁判以及V2的 没错 没错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这个 谭旺松和刘若凡在这边 实际上他们防好几个镜头 都是两个人一起防 对 但也是防得有点吃力 但是 这个刘若凡 有点近距离 都打枪也很愿意的 那球啊 点球应该 还等吗 我们自己来处理 应该要罚了是吧 来 亲自主罚 面对杜佳 上半场比赛确实 重庆当代 开场控球 其实并不算特别理想 但是他们的反击却很高限 张卫龙知道 你不要想让他去控球 嗯 但是你看着他带的队不控球 你千万别大意 确实 他的反击确实有这种杀伤性 刚才这次进攻又是重庆提速 来看一看 重庆处罚的这次点球 面对门将杜佳 大门为杜佳哭了出来 好球啊杜佳 这个 判断对了方向 而且 重庆的这个罚球呢 首先力量不是特别大 角度呢也不够刁 而且高球是门将最喜欢的 点球射门方式 单身 而去 还在阶路的拿球 这次张卫龙的防守很到位 张卫龙之后 一个大的挫坏 大脚 小杜佳森 转发挥一次作用 对 你让他长期当支点啊 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 我们先看来 看一看这次郑凯木的转移球 大了 随便捷 防守的 出击的 把控 回升到位 张卫龙 这个球 另外 铺点球还要考虑为例 这个守门员的脚 有没有 在前一出球之前 一直在球门线上 至少有一只脚在球门线上 是 但是好像 V2 并没有提示 比赛就这么继续了 这么说 其实泰达今天运气不差 一个球 越位了 一个点球 没进 已经逃过两截了 那确实现在自己的这个进攻啊 打的不是很流畅 进攻呢 因为他上一轮用阿奇姆棚的打法 和这一轮用乔纳森的打法 是两个不同的打法 我觉得像乔纳森啊 他是必须得有一个帮手的 对 无论是之前的瓦克纳 还是说阿奇姆棚 对吧 这个帮手一定得在 要不然他自己的话 难以行 你看这球 朴岛宇停下来 手上应该是有犯规的动作 然后呢 两场比赛的战术 差距不好适应 不好调整 防守呢 这个和上场又出了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中越也好 边路的协防也好 都还没办法尽善性的 没错 比赛已经来到三分钟了 但是 现在的 比分是1比0 一肯定能 正当在定期 暂时里面 是 容易的 进球 那么 买空调上苏宁用券 一千元一千元 -198L8限量 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 进入水的间隙 人策竖 大量的 大量的 金梁熊 是的 我是给了一个 这个赛季第二轮就来的是比较累的 他是这个U23的时候 当时也是这个政策受益 但是虽然现在已经不在U23了 但是已经别人抢不动 他非常不动 这就是我觉得 打到让U23出场球员 都在球队能够成真正的比赛 打成果成为球队能出场的主力的球员 这也是演技来自演技的长线组球员 这次是防守羊的破坏 然后呢现在要办法就是 可能防守的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特别好 特别好 在比赛比赛的一场几分钟 在那时就去 那时就有一个改弧度的改弧 还是要在进攻上看看 这个老子不能老子的担择不回来 对相对不合样 我再接接球测应一下 能不能进攻更舒服的把球 把球摘出来 哎呦 这个球队能够到右边 右边 好 进攻的好一个机会 还拿起来 后 就是海墨血向的一个套上 牛儿板直接要打门 一脚有门 一脚出来 一脚一脚一脚 一脚蹦跳跳 所以呢也没有能够压制 哎哎 龙浩的拿球杀到你这附近 重点的风 看后点的影响 哎 停下来 哎呀 有点 晃 明球 正在罚优区内 不过前场又是一个就地 飘刀宇的发挥还是不错 非常 一个是飘刀宇 他是有这个球货 威胁球 这个 送这个 关键 传球的能力的 嗯 那那个就是 我要现在回来一些 传球场的这次 回来一些 这个 整个天津在拿中场的 尖用点 多一点 嗯 这个球队队 就有很大的 就有很大的好处 就和开场的前数 一样就不一样了 对吧 没错 现在应该是第二次 第二次 回到自己的阶级去测一下 嗯 他测一下 然后呢 这球找到 抛刀宇 抛刀宇 抛刀宇的这个经历 可以发挥出来 没错 刚才又是 拉扯 陈雷拉出去一次 完成了一次 攻堵 刘尔帆的拿球 其实 当然确实这个画面 从这个画面 都看得很轻易 就是 他说 他在他左侧 方向是有 三名队友 但是基本上都被限制 他没有什么限制 他在冲队 那 好像那个球 有什么问题 强大 为什么一开始 为什么一开始不回去 那个球 侧应不行了 再往上去冲 因为去冲前 他在冲 好像冲起来的力 劲 这个就没有那么多了 你发现没有 他没有到位置 所以他实际上是 想要把更多的体 留在竞争 但是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些 手没有帮手了 没有干那些 他干那些 苦活累活了 他得自己亲自干 确实可能 私底状态 还没有到最佳 嗯 这次好长大脚的破海球 好球 来往顶下来 小红略 向前送 这就可以的落点 比较深 这边 阿森 阿森 阿森的建议 圆面成的防守 这球 阿森回敲之后 看看荣耗 就送 小脚区内 高鱼一扣 好辣漂亮 以前不进倒三脚 但这个区域啊 区域啊 一二 一二三四五 至少六 准当代的球员 围着这个方向 对吧 那你 真的这样 那人家的那五个后卫 不都回来啊 还有中场的防守这个 这个 这个防守 这个防守的后 要多再回一点 对对 对对 那你来说现在 不能消极啊 这个战术的调整 现在 后卫出来有作品 对 但是要还要内心 还要内心 这段时间 飘搭玉会的发挥 是比较突出的 球员 这球员是有能力吗 好 选择到后 选择 尾销 球员一 转架 会被门架 二 二 应该是 在最前面 去逼向 向渡家 这边 尤阳直接一个大脚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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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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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队传的动作 非常弱 非常大的 所以才发生 要处理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 圆 应该是圆敏成 拿到了一张黄牌 比赛已经进行 3.5分钟 所以时间 看中 高赛 能力 连进 第凩 低盘加 PT 818 惊喜 活动 看比赛 一起挖分亿元红包 因为他这个特点和乔纳森有重点 其实我倒不觉得 我是觉得其实像把纳柔 如果要是乔纳森两个人在大手 实际上乔纳森也可以 只不过是能考虑到这个体位 未必能达满全场 有一个后手 也算是老将这都不少 再一个就是汤的乔纳森刚才那样 我提不起他也提不了久 好时间没能形成默契 大王松就让出边线 击外球 挺大了 还有机会 右边的边球往外线一变向 这两个边你可不可以清楚 要出 看这种看看后期的情况 外线还有 赵弗略一球远射漂亮 抽进了一盏 但是这个球 接近投球的 伦浩 是不是也有阅位 看这个得看一看 赵弗略这脚 这脚射门 吸取了刚才的经验教训 因为刚才那个球 他是领了一些 这个球 承着来球直接打了 伦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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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刘若凡的传球 脚跟传过来 没越位 不越位 那边盯刘若凡的那种 没错 应该是老将陈雷的位置 相对拖后了一点 那这样 天经翻平了 上半场翻平了 陈雷这一下 立刻又穿回 留在他的位置上 稍微 一秒 是这样 赵弗略上一次 能够在中超联赛进球 还是2012年的事 大平 八十年了 因为上个赛 其实他不算是更多 但是在于队友的位置 嗯 他那会儿还在大连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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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真是沧海桑田的感觉 双方一场比赛都是后卫球员 非常很有趣 这样的话 上不上比赛 双方是暂停了 一平 还有 还有余下的几分钟的时间 这半场 虽然外拳只有一个 而且多的机会 也看到了咱们国内球员 没错 包括这里的外籍教练 他们的这种 针锋相对 还有后招的变化 都能看住 呃 呃 裁判是吹了 赵略有一个 手机的动作 丁雷拉奇被放倒 呃 脚壁啊 打在了脖子的这个位置 定位球 这个和刚才进球的那个位置 像了 球员 是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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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多 这样 没有那么 绝对的高 但是很有运势啊 确实 在特殊的环境下 我们也能看到一些 和以往的中超 不太一样的味道的比赛 而且这样的比赛 让我们感到 我们其实能够给 可能 中超 能堵出更多的机会 展现 而且这个展现 不是说像以前那样 就是 帮着台桌子 这是自己要 躺钢琴的 躺钢琴的这种 是吧 真正上台的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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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是 这个投球很有威胁 帅向后来 放 还是 还是 这是刘乐 没错 刘乐 冲到划就去 他有一定的高度 而且他是从后排 往上 冲 往上 撑 好歹流欢流乐 好像是一块事 要不然咱们不看号码 光看长相 确实 我们就祝大家发出 正常 位置的推法 中海达的犯规 刚好黄夕阳倒地 黄夕阳也是 多年的游泰 看看这叫 进攻 很漂亮 流乐冲上来 地球是不是 中中 出界 谁坐的 坐的真棒 是吧 你看国内 咱们国内球员 你老说 平时有外援的时候 他好像爱自己 不爱 扮演角色 不漆眼 你看眼 但是你看 媒外援 也能这样提球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还是比较明显 客户已经出界了 比赛已经进行了41分钟时间 苏宁30 炒福 818热卖 开启搜索 搜索 10% 价格低到 下 放 涮到的均衅 领到低点 开启 后排 跟界 嫖桃宇把球转移到刘尔凡脚下 右边 队友跟界 队友跟界 谭望松 朱宁上来 这两下有点亮相 一身 应该不太平 面对 两帅的防守 应该是 给他买球 这个要控制自己的脾气 这样的话容易拿牌 一张黄牌 有点过情绪 过于不移动 刘若凡 刘若凡在刚才 中队方点球那个防守 好像不是特别积极之后 现在自己 当然悔悟 发不出了 这个在那个球之后 这十几分钟 越体越好 在右边 飞鞋 很大 两个 这球 两个人出角的时候 进很 不轻 先来看看 这球传的,但是这个也不能让。 这球就是低球,你让过以后就让过人。 小纳森,小纳森,自己做到了。 而且已经开始准备,把鞋松一松, 自己小腿出现了一些问题。 说好拳花斑,你看看你,何必呢? 这个时候,如果准备球员都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而且泰达这边已经是要做出他人调整。 这就是刚刚刚看的,这个状态, 身体状态不是一个合格状态, 在前面就回不来。 刚才几次挪着,又往前插,再去拿点, 整个额就超越了自己身体的极限。 没错。 这样的话,他将会比较多重地去调出一个分数, 一场比较多重。 这种交据,没能跳,准备不上。 这种交据,没能跳。 这种交据。 没能跳。 把老将交据给换上来。 这样的话,老将交据也将会提半场多一点点的时间。 还看,也是拿球刚刚上场。 这个泰达真是太困难了。 两边都得去咬牙坚持这个比赛。 这下是糟了,特地圈阿班对圈阿班。 但是对他说,未来的下一轮比赛, 比四轮、第五轮比赛,也都敬在支持。 这个突破,刘若凡表现得非常出色。 好球。 反正也不错。 有三个落点来到法队区内。 这球是被防徐学员破坏。 四分钟的上半场比赛。 上庭主持时长。 这个刘若凡表现还可以摔倒。 不错,是不错。 这球是不错,对于准备外, 是不错的。 这球是不错的。 这球是不错的。 你看,那个球呢。 这球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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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上海看到的球是不错的。 跟进还有进攻的机会 这场比赛确实在后半场 调刀宇的发挥是非常活跃的 调刀宇的拿球 要直线全球 然后停球之后再等着成雪上来 然后马上看看这次 传了一个对角前点的方向 但是肖志这个球很难拿到 杨帅刚才贴得非常紧 虽然当时是无球状态 但是牢牢地卡住你前进去强点的这个线 嗯 这种答题 台湾应该是 示意他回到出界的地点来发球 变成了橄榄球的推进 扔一次界外球推进10米 毕竟这4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 踢下来啊 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对而且这个激烈的战斗 这才只进行了一半 这下应该可以扔到禁区了 这下应该可以扔到禁区了 你们拉提看看 他的这个大力手抛球 效果怎么样 前点的位置 这个球啊 你想扔到后点 难 只能是扔到那了 是 射程就这么远 刀三角打回来 这是个好机会啊 看看这角传入球 大门近距离的射门 很可惜啊 今天点球没打进 这个球不比点球难 也没进啊 这球因为皮球坠下来 是这种半凌空的状态 他可能这视线 稍微有点挡吧 还是会多少有一点 而且身旁 我们看还是有防守学员在跟的 但是天津队啊 你看今天几个丢球 或者包括刚才这没进的球 他在防定位球 不管是任意球啊 还是界外球啊 脚球好像都有点 这个防御能力 更加降低的这个趋势 漂亮一个川当 瓢桃宇 太棒了 看看瓢桃宇 这个球和队友的传跑 还是没能形成默契 就是两个人 有点一愣的那种状态啊 而这边 好像出现了一个受伤的情况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 踢完 杰桃宇的主力位置 应该拿下 没错 他相当于今天踢的是阿契姆鹏 但是即便阿契姆鹏 能回来 他也可以 有一个这样的点 总是好事 杰桃宇呢 刚才说到 在沿边 沿边踢一级之后呢 在中甲的一腾 踢了好多年 刚才这个球是 出脚完之后 你看 有一个对撞 被顶了一下 上面场比赛已经接近尾声 还有最后一攻 肖志传进去 后脸 肖志拉出来传中了 主代办 当了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结束 1比1的比分 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 应该说这个上半场 同庆确实在进攻上 表现非常出色 而随后 朴桃宇的发挥 很优秀 接下来在进攻端 也是确实制造了 很多的威胁 而赵宏略的那角 远射也非常精彩 双方上半场比赛 1比1握手言和 上半场比赛 我们现场部分 暂时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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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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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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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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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冠军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代的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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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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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小眼神啊 眼神战术 这球领过来处理的并不理想 中场黄西洋把球给到边路 看看蒋哲背身情况之下 吹发过后的犯规 比赛已经进行了48分钟 先来看这次啊 很好的一个机会 看看右脚的射门 踢球滑门而过 尹松耀的大门 这个球啊 那边蒋哲还在抱怨 镜头也在跟着他的时候 球已经出来了 好像应该是给了一个跃位 与其了吗 也是毫厘之间 但是好像 关键是接球这一下 看看助理裁判有没有表示啊 一直没动 裁判一直没动 球打的也不错 稍微差了一点 比赛48分钟的时间 各位球员朋友 本场比赛进球之后 苏宁英一构 将会为大家送上现金红包鱼 看中超来 PP体育 抢好货就上苏宁英一构 我觉得这下半场还得有现金落下来 是吧 这两边怎么得 机会很大 怎么也得分个胜负啊 是吧 我看要是打平的话 那我估计都进不了前四 打平都一分 那就是华夏幸福 青岛 青岛 重庆 天津 这四个就厚索 但其实积分差距啊 对 没拉开 跟这个身前的球队的差距并不大 因为毕竟比赛刚开始 看看蒋哲 这个球表现不错 但是你说谁不想 在踢完两轮以后 一看积分榜 我在这个登冠中 哎 这叫直传球啊 很有想法 而且能要的跑动啊 也很聪明 观察到了队友这个传球的意图 这个球是有明显跃位的 如果是说这个传跑啊 二者之间所形成的这种默契 非常不错 重庆这边呢 这两场也是 在U23的球员上 尹从耀是解决了大问题 而且看他的这个表现啊 同样未来等到外援回来以后 是不是能有一定的机会 因为他杨帅也是U23 他不是说一定要上他 非常不可 那就看看 江外龙指导 这场这两场的表现 尹从耀是不错的 能不能给他找个位置 来看一看这次的任球 飘岛宇来处理 飘岛宇来处理 这条约位线顶不得很靠前啊 嗯 把远端找二点啊 直接是一个大脚的破坏 重庆当代是全员回防 拨号 打就之后 直接一脚长传 看看效果怎么样 在右边 飘岛宇想要去追 但是力量大了一些 有车的犯规 嗯 这个整个很有经验 直接想长传发动进攻 这个球高度不够 没有能够越过 赵洪略的防守 右边右边有 右边有进攻的机会啊 看看刘尔凡 给外线一脚直塞球 给过来之后 看看 飘岛宇的船中 被挡下来 随着接出来之后 抱在了怀中 这飘岛宇现在是越踢 自己也越兴奋 嗯 他这个活动的范围 也越来越大 对 忽左忽右 嗯 他相当于背后 郑凯木和郭浩 就是他的保镖 他在前掌 在中场中路 自由人 或者纯粹前腰 这样一个踢法 是 嗯 而且呢 你看他这 真正说 对方拿球的时候 他也落位 他也不是说 我就光进攻不放手 嗯 这个参与感是非常强的 非常勤奋 胸不停救未来 裁判是吹罚了一个月位会见 直接是一脚长穿球 蒋哲想要一个侧身 把球停下来 方向前跟进的很快 看这脚直穿球 给过来之后 萧志回敲 5号再停 往边路分 赵洪略 萧志还在接 嗯 但是重庆当代 其实他的防守并不保守 这个球 整个阵型是往前压 这次我们先看刘若凡的拿球 面对陈磊 想来一个人球分过 这边补位 杨帅表现不错 冲撞的犯规 这个比赛就下面长 为什么好看 好看在哪 就是两队呢 都想进球 都想拿三分 都想进前四 谁都不会说 我就摆个大巴呀 或者我就稍微 磨磨扬弓啊 都不会 都是要又忌惮对方 又要想办法 自己能够进攻 有效果 待会还在 再看这两个教练 就想这第二手棋 怎么下 是 这次中路的防守 就得一赶紧先把球破外 因为背身情况之下 不知道后边缝进是什么情况 不敢去随意的 护球拿球 安全迷 同时我们看到刘洋这边 是捂着自己的肚子 陈磊的接下来球 无论回敲之后看看陈磊 左脚传球被挡了一下 胸部停球 还有机会 背身 把球护住 然后再敲外线 看看奖哲 横向一敲 陈磊 左脚传 这球人员 防守人员很密集 他这个隐从药 他在进区里拿球的不慌 是吧 真能拿得住 而且这个左冲又突过不去 但是至少球没丢又传出来了 身材也够高 消致倒地 裁判吹发犯规 比赛已经进行了55分钟的时间 百分百 男士定制 青阳邀您观看中超赛事 冠军表现 无懈可及 张宏略 给到身前的传球 朴道宇再给回张宏略 回敲 看看朴道宇下一步 萧志拉出来接应 看看萧志停球 可以往外线分 能再耐心一些 张宏略分边路 刚才这球 一个是右边 陶小松上半了 在一个中场 郭浩没敢往上 顶上来接一下 在中路靠右的地方 稍微接一下 这个进攻就打开了 郭浩这场比赛 更多的位置 是呈现在中路 后腰的这个位置 他不敢上 他比正海木还靠后 是吧 这就是说的 你这个互相都想进球 但是又互相呢 都忌惮彼此 是 陈雷向前的传球 给的不错 宏略选择回敲 脚下一拉 再回给杨顺 随便接 直接一个大脚向前 这手应该是 打在了手上 第一落点 其实没判断好 所以弹起来之后 是弹在自己的手里 这下是手臂张开的一个动作 这边呢 三个中后位互相传导 天津在前掌也不好抢 嗯 重庆呢 想在前头墙下 人家这大脚就上下 是 关门防守 小陶宇 这回防也是很到位啊 嗯 勤奋 这下带的稍微多了一些 这下带的稍微多了一些 接外球 海岛宇呢 他19年来到泰达 之前在一藤一直主力 但在泰达上赛季 就打了9场 这赛季 第一轮也是替谷没出场 今天也是 好不容易抓到了自己的机会啊 今天也确实 至少到目前为止 很好的把握住了自己的一个机会 那下面张比赛回来之后 感觉节奏还是比较碎 没有太好的连贯性 你没有一个说 我这一条龙过到底 你就防不了我的人啊 换句话说 说的直白点没有外缘 大家就都是那种 对着牙的这种 这种纠缠的状态啊 这球啊 你作为天津球迷 现在可能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第一轮 阿奇姆朋友别拿出去打上岗 留着今天用 这球这三分不就拿下来了吗 哎断了 这次上响先来看看 送上的斜砖球 给过来一个拉球转身 蒋哲拿球观察就有的位置 右边右脚远射 哎呀左右两边其实都在跟进啊 这个球刚才谁丢的球啊 这球丢的要命啊 郭浩啊 中场拿球的时候一转身球丢掉了 呃呃飘桃宇 飘桃宇的丢球 身高身材是比较接近的 自己防守回防的到时候也很积极 但是呢他的前掌这球是可以这么拿这么带的 刚才基本记得进区里还有一次转身要过着呢 嗯 到后场千万这个憋上头啊 一定要小心 翔哲把球先控制下来 这脚勾球下来之后唐王松八脚被一撩 宋凯末 慢了一点 中场两位球员刚才这两次处理球都是显得有些迟缓 再敲 漂亮 刘若凡来到中路 投球顶了一下 就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这是一个要吃牌的动作 本来的犯规 天津泰达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右路任意球 刘若凡今天踢的呢 也比也比上一轮好啊 尤其是上半场在整个球队逆境当中 他的活跃也是天津队能够搬平比分 能够说现在进攻上有更大威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 其实这名球员可能在进攻端能够给球队带来的帮助会更大 但是防守呢 一定还是要对他有一些要求 否则 呃 谭旺松这边他的防守压力会难受 嗯 看看荣昊所主罚的这次定位球效果怎么样 右脚的传球物点不错 哎呦 这个球啊 起跳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 邱天一 但是小后点这个战术打成了 自己也比会一下 就差一点 确实比较遗憾 对他来说 这排目顶到第一点第二楼点顶出来之后陈雷直接一个大脚向前 我们正在追 这个球区平一马上出来把球破坏 厂边 嗯 我们刚才准备换人了 刘欢 哎呦 坏了这完了咱们看不 但是发色不一样 看不明白了啊 发色不一样 刘欢换下了陈雷 陈雷因为拿了一张牌 加上本身老将啊 体能 可能也不是非常理想 这样是 他们俩还都靠在一块是吧 一个左边后卫一个左中卫 嗯 黄西洋我觉得待会再踢也可能要先下 是 35人 上一场比赛刘欢也是替补登场 上一场是这个因为重庆那会儿零别落后了 开始变四后卫的时候 嗯 那会儿刘路已经下去了 今天呢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哎 诺路有进攻机会啊 这一下 陈雷拼出这个机会来 刘欢刘乐这哥俩呢 也是小时候就一直都在一个队踢球踢了很长的时间 嗯 后来到了沈阳中泽这队解散了 再往后就没办法 他们两个队一开始在北京踢球的时候 那会儿华雅飞鹰啊 这个也是以前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清训的一个队 培养了像刘欢刘乐呀 像白岳峰 像万后梁 这都是 白岳峰和万后梁 应该都有过国家队出场的 国脚级别的球员 白岳峰今天应该也是第一轮上了 对 要不然他可能会首发 没错 再来看看这次对位防守 刘若彤的传球 不错 看看这次投球后侧 还有机会荣耗拿球回敲 我们着想啊 是吧 现在看这次华雅飞还有拿球的机会 一停 有射门的机会 一遥远射 正面被封堵出去 是杨帅 杨帅 这个杨帅啊 未来他到了23岁以上 不受这个政策保护的时候 估计也还能拿着主力 嗯 那球在前列位置 是郑凯木前插 然后投球没有能够顶在球门范围之内 后点方向 嫖桃宇也跟了他去 不过泰达的进攻还在继续啊 我们看这次一个踩单车 左脚再传 后点 郑凯木投球 顶得太正了 比赛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时间 加勒服818狂欢节 热卖爆款 买一送一 还能再领叠加券 想折上折 你看这个下面场 施迪克指导 反正我销制在场上了 我就发挥他的这个作用和特点 所以这一下你看 杨帅解围完之后 这次又遭受了一次 边路传中的冲击之后 自己有点受伤啊 后点 下面场呢 泰达也打边 也是边路 尤其左边这个荣浩和赵洪略 一直在攻 但是没有那么像刚才那么简单 就是下到底线啊 或者45度30度就开始传中 但是你看现在 销制在场上以后 包括郑凯木也要求多插上去 他这个传中就越来越坚决 又是给到了啊 苏州的一个夜景情况 金基湖景区 而且很讲究啊 我们说这个下半场 他的补水时间要比上半场来的早 上半场比赛呢 是在30分钟的时候给的一个补水时间 而下半场比赛20分钟就给补水时间了 这是考虑到场上这些球员 确实连续的这种作战啊 从一个纯踢球的生理规律上来说 上半场比赛毕竟体能是非常充沛的时候 你的体能消耗能够多坚持一下 那下半场比赛再上来踢一会儿 累的会比较早一些 70分钟极限嘛 对吧 这快了 在极限之前 大家先把水先补上 两位教练在场面指挥比赛的时候 都是心急如焚 也在喝点水 将决温啊 将决温 毕竟要冷静的对待比赛 我们看巴斯迪安斯换下了嫖桃雨 这是 这样的话 巴斯迪安斯是打在中场呢 还是打在后方线 这个我们得看一下 应该在中场 他不会动着两个中位一半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 郭后的位置要被解放一下 再一个呢 嫖桃雨啊 他在上半场那套战术里头 他得出球啊 包括串联啊 包括把球从对方的逼抢当中 摘出来他有用 但是现在呢 更坚决地打边陆船中 打消至这个点了 包括打郑坎木上去 前扎这个点了 嫖桃雨刚才包括 你在自己后场 也犯过那样的错误 是吧 所以说可能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后场篱笆扎牢 前场打得更简单一点 但是啊 现在其实巴斯坚斯的位置 在前后呢是吧 对在前锋线上 这个画面当中 现在是中后场在控球 对吧 看不到他的身影 马上就能够见到了 这次杀到罚球区内 面对对方门匠 隋维杰出击大门 转身小把球传出来 隋维杰把球给碰出了底线 现在是拿他当前锋用了 细的德国老乡是吧 你看这插的很坚决 而且速度也够是吧 完全能打 毕竟气不登场 体能很充沛 所以这个球呢 在判断上来说 袁敏诚我觉得 可能对巴斯坚斯 他的速度 包括他这个前插的意识 没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他已经放缓了自己的脚步 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 体能的问题 小球的进攻 看看这球 前点 郑凯木很有想象力的 一次射门 半高球给过来 背身情况之下 直接拿脚后跟 往后去压这个球 真是你说 同样的球员 在有没有外援的 这种不同的环境之下 台柱子和台桌子 就是会可以发生转变的 还是在于 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对 有外援 外援赚得多呀 对吧 你就多干点这种事吧 就轮不上我们 你看这次 左脚主扒的 脚球 投球 后侧 二连 投球直接掉向球门方向 但是高度不够 那现在天津已经率先出牌 做了调整了 我就这个 纯粹的啊 或者很坚决的打 边路全中起高球 是 进去里两三个高点 但是泰达这边啊 他的换人应该是已经完成了两人次 两次换人 换上两人 所以后边再调整啊 就得是多人同时 他这个换呢 也是看 对方中卫这个位置 嗯 换了一个人 是吧 这边 脚下已经不稳了 脚下对 没有能够扎稳 韩文聪上一场比赛也是替不登场 半场 他和白雪峰一人半场 白雪峰首发 这都是三十四三十几的老将啊 那边吴庆也还没下呢 嗯 真不容易 吴庆确实是球队当中的楷模 哎呦 这球江哲玩了个花活 但是刘欢没有能够拿到 拷这边 想要把球在脚下扣住下来 看来看这边 有点回敲 花子权 哎 上橡成功 黄西洋 这个点啊 认为是可以去调整 对 花子权四来个人球分过 大不流行行情 看看这边 宇敏诚 跟进 啊 把球拿下 没吹是吧 对 还发人认为 这个球可能 巴基艳斯很难拿到 所以没有吹犯规 但是后场这边 刚才武庆出现了一个脚下打滑的情况 但是你要说换黄西洋 或者谁上来帮帮他也很难 本来这个赛季重庆兵杰走了 然后陈杰来了以后 今天没有在名单里 这就很 替补习上也没有说 经过验证的 有经验的老将也不多 所以张外龙这个时候 也是一个老题吧 就是敢不敢于冒险 这个位置还有罗森文啊 彭星利啊 这都也都走了 实际上在这个位置上 重庆失血很多 在今年 有乐了一笑 长传球送到了华球区 来怀住 看看这次比较像前的发球 其实前场应该说是一个战术 但是巴斯迪安斯远他会有一些回撤来拿球 然后这次长城转移到左边 对球冯进 一次对抗之后 倒地 中华联赛前两轮打了15场 就是那种赛前听起来可能就势均力敌的两队的比赛就都提平了 包括何亚幸福和永昌对吧 这是第一轮的唯一一场 第二轮呢 联合河南 然后永昌和青岛 难道这场是吧 现在也还是1比1 泰达的引用程式主动球变了 而重新当代这边也做出了一定的人员的调整 他只是换下了陈雷一个位置 关键你现在替补席上的人 可用的不多 说实话 你得有魄力 给他们机会 因为都是U23 U21了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可能对于张爱龙来说 还是要以稳为主 但是第一轮的时候 也给了像董红林啊 温田鹏啊 这算是相对年轻的两位国内学员机会 当然第一轮呢 是打比较强的北京国安 和今天这个这个态势呢 又不完全一样 是吧 好像这边坐在场地上 那边是没有办法继续进去 不画也得画了 所以重新当代这边是 必须要去做出换身调整 因为温田鹏先上 对 已经是有这种体能 出现姑且的一个征兆 黄西洋呢 其实过去的一年吧 至少一年 没有报名踢一线队的比赛 是 他现在这乍一下子上来 踢这种高温条件下的 中超的比赛也很困难 多少呢 上个赛季冲上了中超以后 没有给他报名 踢了年预备队 在中甲倒是还踢 也是久违中超 就是在多少年了 上回踢中超还在绿城的时候 这是上面长 恒静错过的机会 你看吴庆还过来安慰一下 没事儿啊 横翔下温田鹏上 然后还举了一个牌 把老药不进化了下去 那就是董红林也上了 对吧 今天自己踢的不开心 嗯 我们得看一看这个换人 心里还没有完全给到 比赛已经进行了75分钟的时间 买空调上苏宁 每券 用券 每1000-100 还有818 限量神券 就是还是第一轮用过的两位踢骨 董红林和温田鹏 两个人一起上场 踢下了35岁的黄西洋 三十九岁的吴庆 看一下这次定位球的情况 直接发远端 文将出来 随意捷经验很丰富 所以就摘得很稳 马上给到胡锦这边 马上是一个反击 速度很快 面对刘若凡的防守 节奏上有一个小的变化 刘若凡这次防得不错 吸取了上场比赛的教训 当然那个球的话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 可能进入到防守三区的时候 处理球当时那个点球的防守 他是有点困难 而且他觉得后边有老大哥 他往中在 看这个球 小指蹭到一点之后 这个球 同时学员向回钩 我就后蹭 这球已经在空中出界了 最后十来分钟 二十分钟的时间 拼刺刀的时候到 大家你说能不累吗 谁还有体能 除了几个T5之外 这打了七十多分钟的 我估计都差不多 但是泰达这边 我觉得还是比较谨慎 因为他们只有一次的换人的机会 虽然说可以去换多人 但是还是比较谨慎 泰达替股席上 赵英杰 惠家康 也都在前一秒也上过 另外谢维军不知道状态如何 因为实际上之前的表现也不错 这球补过来之后 刘洋 往右边出 这个球 哎呀 这像然后中路 应该是有一个犯规 其实冒着挺大的风险 从这个球往右侧来分的时候 这一下其实就有着很大的风险 重庆他在前场是要抢的 对吧 你要是说我不在后场这样拿球 我直接大脚上去 那就没办法 但是你一旦这样去短传 你看上来多少人 直接长传 华斯坚斯想去偷身后 这倒是很前锋的一种踢法 又来偷 哎 来 北敏城直接长传来放途进攻 这球给的还不错 但是谢的呀 确实不是很理想 这台木材是一队友拉回来接 现在天津啊 他不爱起长传了 因为我要到前场45度 或者下底去传中的话 我直接长传上不去球 还是要在中场短传过渡一下 但是他这会儿这个飘桃宇不在了 这项工作又又比较难完成 对吧 所以说其实教练员每一个换人调整 都是双神剑 你场上就这11个人 你想上一个干别的活的人 干原来那活的那可能就没人干 得有这样的一个人员储备 对 我换来治这个GY球 看看这两次投球后蹭下来 又要一个大脚破坏 见高不见远啊 通常还有控球机会 奖哲 终于拉球 把脚被一溜 这个时候是顾佳的控制范围 传球的思路也在 但是 脚法上控制的稍微的差了一点 力度上稍微差了一些 比赛已经进行了80分钟 点击屏幕右侧中超最佳球员 评选活动参与投票 本轮中超C位球员由你决定 这场的C位你觉得 挺难选 因为很多球员都发光发亮 对 群星璀璨 再看吧 你说要是待会儿剩下10来分钟 谁能进个球 那我觉得他就跑不了 看奖哲 大脚被的回船 左宽 长船来发动进攻 正面 球电一破坏 这么打呢 不是个办法 是吧 两边我觉得 如果都是这种长传进攻的话 那太打可能会好那么一点 对吧 因为毕竟双塔在前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重新当代他在前场进攻方面 球员的比赛经验稍微少了一些 而且从身体对抗来说 没有太多的这种优势 没有绝对优势 转 这个球投球点下来很有想法 董龙林 这两步做的都非常不错 这是温天鹏 看一看 再倒三角打回来 好球 看看 董龙林停 往右路抹 右脚直接选择射门了 这个球 他往边上走 再去直接射门 这给自己加难度 是 最理想的其实还是船嘛 而且我们看 他这脚接到简哲传球之后 其实第一时间 对吧 刚才是 有队友在身后跑 对 温天鹏那边有一个很好的坚硬 他轻轻一拐 这球就给到了 打的也还可以吧 就是只高了没偏 还算可以 董龙林以前也是 当年在大连一方的时候 拿过中甲联赛的 预备队联赛最佳射手 是来自大连的球员 增强位置的时候 销制和蒋哲的一次对抗 吹发销制的犯规 这段时间来看的话 很明显 曾经当代已经是变成一个四后尾的打法 杨帅跟袁敏诚去搭档这个双中卫 这个球拐过来了 非常漂亮 来看一看 左脚的传球停下来 怎么调整 来到发球区 左脚射 抽进了 英雄将士啊 没错 主上场的董红林 比赛最后时刻啊 还剩十分钟的时候 攻入一球 曾经当代再一次领先了 你必须要说 刚才尹宗耀这次 从边线拿球突破传球 标签都很出色 当然了 红林他这次处理球 非常之冷静 没有让这个球呢 丢掉在脚下的控制 其实是面对着防守绝缘了 这个球是不是有越位啊 这应该没有 我这打眼一看没有啊 但是呢还是这是谁在 第一时间这下没捞着啊 刘洋 倒地了 然后呢刘洋这位置一倒 再来补的一个左边的赵峰略 一个中场的郭浩 这都来不及了 还是在中位的位置上啊 这个防守的能力不太够 是 张爱龙的这个换人啊 真的是 换人时机 包括这种对于选择上来讲的话 都是打得非常理想 其实他这时机呢 倒也不是说 今天这一轮别出一轮来 上轮也是这么换的 也就换这两个国内球员 最后时刻上去冲 对 但是这一次呢 应该说今天的对手 没有上一轮对手那么强 对吧 冲出了对方的破绽 红林是凶操守球啊 嗯 以前在大连一方的时候也没有一线队进过球 嗯 在重庆上个赛季好像阻铁杯进过 但是联赛也没进过 嗯 海达也得再换了 是 时间不多 啊 咸鱼苗替一下刘若凡 刘若凡 其能也差不多了 嗯 咸鱼苗也是以前天海的球员 另外的话 场上应该还有另外的一个 换人调整 淘争松也被换下 还有谁上了 前秒上场之后应该是对位的 右后卫 先看这球让过来 在右路荣耗的拿球 荣耗下到底线附近 右脚传 后面是投球 又偏了 门球 小智的投球 比赛 已经进行了85分钟的时间 松宁30周年专注好服务 818热卖开始搜索 这减10% 价格低到爆 这球 刘欢防得也不好 就跟刚才 唐旺松在边路防那个 尹松耀一样 是 一个转身这个 自己身份就没了 另外的话 惠家康应该是已经登场了 那就惠家康去左边 所以荣耗换到右边来了 是 其实我是觉得 有一点啊 是可以 可以上去了 你既然说上双塔 我们的边路 想要加强进攻 那实际上你边路船中的球员 它的船中质量和它的体能 是应该有所变化的 比如说这个 靠的像 孤家康啊 像跟的稍微慢了一点 早上是吧 甚至于可以是直接第一时间就让这 巴森跟富家康一起 这样的话 这个配套能打出来 两一七分钟 康高 而后面时间 冰超啊 这个下半场的关子太长 现在呢 也就不到十分钟了 对吧 对吧 还是没回 刘乐是踢了一个后腰 现在对吧 嗯 表现不错 表现不错 哦 哎 这是拿取一个后患的微奔 尹聪耀啊 今天这个全场最佳的 起码有一个助攻 不是吧 而且你说重庆现在也没有 它一直提供过 这个登场 手中在测试的影 刚才又送出了那么关键的 团队 在那个 那个时间 时间 节点 它还有充沛的体 完成 背身转型 然后向那么几步 和精准的传球 确实在关键的那个 它的那条传球 我觉得起码在这个 这条传球当成功了 花是少年红吧 对吧 就是 先看这个 这种 这种 这下小的城市 帅 尴尊 我们 可以 还是 我们 我 好像 我 的 我们 是 练 是 在 决定 我们 Nar 不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也很活跃啊 但是可能这个会特大一点 包括拔点球 是吧 贾德也踢得好 泰达呢 现在库德夫上机场去抢 对 但是 重庆一点也不落 快点了就上了啊 又有机会 有了 虽然大声崩大了 但是清光剑 不想看看 风景躲进去了 右脚的射门 打得比较正 大力手高球 准备快速发动进攻 贾德亚康 上一个选择变相 哎呦 这个球 动作 比较大 比较大 和迪迪姆拉提 嗯 嗯 赵宏略 赵宏略刚才是有盘是吧 走击那一下有吗 嗯 没 应该没有 那一下好像就是仿的犯规 对 但是我就想说这俩人还都挺冷静啊 对 这一下撞的火星撞的球 反正这个球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 脚下打滑的情况 但是起来以后呢 鸽子没事赶紧 继续干干嘛干嘛 这一个球的差距 这个时候不是双方 底较劲的是 还得把精力放 你看 四分钟的捕食 四分钟并不算长 所以呢这得看一看 最后这个时能再有 进球出现 但是现在在干嘛 拿了一张黄牙 刚才镜头没给到的地方是谁又出了问题了 一分一下一分钟过去了 给天津球迷现在心里得多急呀 要换人圆炳成是伐下去了吧 到渔炳成之前是有一张 实在盘在身的 今天比赛也打进了一个进球 这个不可能是换人啊对吧 就直接罚下去了 没错两方变一红被罚下了 那刚才没看见他在干嘛 是不是 跟裁判 但是他为什么要跟裁判这么理论呢 这个没有交代呢 进球回来球还在天津的后场 嗯 哎呦冯进来了 冯剑机会了 哎呀 股家出击之后 这个步就还是很关键呢 冯剑吹了一次攻方犯规冲到门将 冯剑今天没有进球运啊 呃再换这台伤后卫了是吧 呃 没错 因为剃下了隐葱药 然后要上两次换人啊 嗯 要上罗号一次换人的机会 可能也没有几分钟了啊 把这个前场进攻球员拿下去 去补好后卫线上的这个缺漏 没错 还需要很像人家送上一个注音 是不是表现非常不错 哎呦 太达这边呢 还有平均的基础 那么这个球 随传之后 出脚 贝亚康的犯规 哇 这个董宏林这一胶摔了以后摔在这场边的画线上 嗯 摔了满脸的白灰 对 时间呢已经过了三分钟了不是 对 我相信裁判会酌情再多给那么一点点时间的啊 然后这球往边路分 这球把张爱荣的帽子给砸掉了啊 没躲开 着实是因为没躲开 解围球 我觉得他没想躲 哎呦 这球发出之后时间确实锁剩不多 直接一个大脚破坏 又是踢回到派达的后场换场 罗浩的解围 你看他就想拿头 停一下蹭一下的衣服 哎 你看看又落传中球 哎呦 有点超电了 这是荣昊 这球在底线附近的传球 厉害了啊 是不是有折线呢 最后时刻搬屏比分啊 这个球是天外飞线有点意外 有点意外 四分钟刚刚好已经到了 没错 然后那个镜头呢正在给张爱荣的投球 结果 画面回来荣昊传中那球就飘飘乎乎 没错 看他有没有折线啊 应该没有 哎 这个转播直接给这个画面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巴斯颜色投球百度 还真是就在这个刘欢身前啊飘了过去 刘欢虽然也在奋力追 但是荣昊他这个起脚的不点 跟刘欢的防守不点 明显还是要快一点 你看我说什么 这个同等级的球队之间比赛 最后你看怎么着还能给你弄成都是平局 实际的第一刻 显得也是非常兴奋 张外龙 你看 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兴奋啊 还有着一些紧张 因为毕竟 所剩时间不多了 那边张外龙呢是不敢相信 你说这球怎么能丢的 最后双方是2比2 战成了平局 董宏林替不出场打进了自己的中超首个进球 但是荣昊这边连续两场比赛都取得进球 而且这个最后的进球呢 有些意外 对 但是神仙球也很精彩 而且来的又很关键 帮助球队最后时刻是扳平比分 双方最终是2比2握手言和 双方在上下半场是各打进一个进球 确实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而这场比赛 云敏成最后被罚下 确实对于球队来说坚持到最后 当然同庆当代也是运气有点差 对吧 上半场比赛点球没有能够打进 加上还有越位的进球的发生 刘洛显然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和队友们一起就觉得很可惜 非常遗憾 就是三分在坚持5秒钟 赫萌就到手了 结果兜头 而且对方这个球 其实丢球这个 让他觉得郁闷 是吧 也放弹成什么错 我能够眠没想到 稍微有点问题 但是这个 但是防守 现在这种 你这也不能够赖 是 比赛是这种招